好各位同學戰勝多重選 好那我們現在講剛剛上一部影片的第二部分 我們要講345選項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第一個選項是對的 第二個選項是錯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算計算這個AB AB是不是大於2呢 那我們知道AB呢 剛好它的一半會是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會高 好所以呢 我們可以先算出 把PA算出來 PA是多少呢 PA是根號10的平方減3的平方 好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 這個PQ是根號10 然後呢半徑是3 所以呢我們知道PA是1 那同樣的PB也是1嘛 好那接下來我們知道呢 這個斜邊上的高AB 是兩倍的 斜邊上的高 是2乘上1乘3 所以3乘1除以根號10 好斜邊上的高就是兩股基除以斜邊 好所以我們知道是根號6分之 根號10分之6 那根號10分之6我們可以把它變成根號10分之根號36 那比什麼比2 2就是根號10分之40來的小 所以第三個是錯的 好第三個是錯的 好第四個呢 三角形ABP呢 ABP的面積呢會是多少呢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好三角形ABP的面積會等於2分之1的什麼呢 PA乘上PB再乘以多少 Sine A P B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PA是1啊 PB也是1啊 那Sine呢 Sine Sine角ABP呢 我们来看看 角ABP是不是可以寫成 两个θ 兩個θ 而Sine2θ 我们又可以換成三角形的 三角函数的 式子 二倍角 所以是2分之1的2Sineθ cosθ 所以从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Sineθ呢 是多少 根号十分之三 就是斜边分之对边 而cosθ呢 是根号十分之一 斜边分之零边 好 那乘出来之后呢 就会等于十分之三 所以第四个也是正确的 好 正确的 第五个最麻烦的 第五个最麻烦的 第五个我们要来算切线 两切线的斜率 所以呢 我们再把它 这个换另外一个版面 稍微干净一点 好 那下一步呢 我们再来讲第五个 好